第三次华山论剑后 神雕大侠杨国败别众人离开了华山 而后其余四决纷纷返回了襄阳城 而杨国为了表明自己的退隐之心 于是便将玄铁重剑送给了郭靖黄荣夫妇 此时郭靖与黄荣预感蒙古大军虽然已经败退 但是他日肯定会重整旗鼓 卷土重来的 必须早做打算 于是郭靖黄荣夫妇找到了东邪黄药师一起商量 最后三人决定将玄铁重剑打造成以天剑与屠龙刀 刀剑之中藏有桃花岛的地图 而后三人将九阴真经 与祥龙十八掌及五目遗书收藏于桃花岛之上 待后是德才兼备之人可以寻得武功兵法 驱除蒙古人 但是黄药师有感九阴真经博大精深 一般之人难以领会 于是穷尽之律 将完整版九阴真经进行了修改 使之变成了一部 让平常之人都可以快速学会速成版九阴真经 而后的日子里 黄药师便将九阴真经 传授给了他是肩上唯一的传人成英 成英练成九阴真经后 天下无敌 但是自从杨过退隐之后 他一直苦苦寻找他不得 就连襄阳城破之时 杨过也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 原来杨过知道 他要想真正的退隐江湖 必须得离开古墓 另寻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 于是他便将古墓交给了侍女看管 而自己则与小龙女 隐居于绝情谷的谷底 这也是为什么郭湘多次前往中南山古墓 找不到杨过的原因了 就在襄阳城破后的几十年里 成英以一身九阴真经 及桃花岛的武功成为了天下间有名的女侠 而他一生也为了杨过终生为嫁 一直隐居于中南山古墓外的草房之中 此时杨过的后人也已经长大成人 他们在杨过夫妇离世后 便离开绝情谷返回了古墓之中 某日 成英在古墓之外 发现了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 她的身上既有杨过的影子 也有小龙女的神貌 成英上前一问才知 她叫杨瑶青 家住在中南山古墓之中 此刻成英便已猜到她是何人了 当成英得知杨过已在数年前过世了 也不免会阿然神伤 但是能在她晚年之时 竟然还能得知杨过的消息 心里觉得甚是欣慰 于是便决定传授杨瑶青武功 她将自己一生武功 悉数传授给了杨瑶青 这其中便包括完整版的九阴真经 与玉女心经及桃花岛的绝学 而后的十多年里 杨瑶青凭着古墓之中 寒宇床的神奇功效 功力精进可以说一日千里 她将师父所传授的绝技 都炼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待到她神功大成之时 已是元朝末年 她不忘先人杨过一言 出手帮助丐帮 在少林寺的图师大会上 一手天下无敌的九阴神功 瞬间秒杀俄眉派掌门周志洛 一掌击退少林三度神僧 震慑众人 因为她数次拯救张无忌于危难之中 所以名教教主张无忌 都对其甘拜下风 此时的杨瑶青 俨然已经是个超越张无忌的存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